ACC阿彌陀佛關懷中心 邀請在東德開設太極館的陳立軍 以為中醫治病太極養性佛法救命為題 來進行演講 即使天氣寒冷 依舊吸引超過三十位僑胞 盪潮聆聽 在氣溫相當低的週末 三十多位僑胞高高興興的 來到阿彌陀佛關懷中心會所 大家彼此互相問好 氣氛熱絡 ACC阿彌陀佛關懷中心舉辦講座 邀請在東德開設太極館的陳立軍 以為中醫治病太極養性佛法救命為題 進行演講 那我們今天與會有三十多位的人到 從各個地方來 希望我們今後也能夠請到陳老師 來教大家太極 讓大家更有信心 然後增強身體的健康 對自己更有信心 講座一開始 陳立軍就問大家 什麼是最重要的 大家的答案不外乎是健康 以及心靈富足 他表示要身體健康 首先要注重自己的生活習慣 像是吃飯時要認真關注 並感恩食物 睡覺前真心感謝自己的身體 就能睡一場好覺 在吃的實在與睡的安心情況下 人的病痛就少了一半 中醫能夠救人 主要是因為中醫論全身並不向西專攻病痛所在 陳立軍認為太極拳能防身 多練習可以改善專注力並調養心性 隨行的一位女助理也現場表演太極拳 讓大家印象深刻 他自己也教導大家簡單太極拳 全場站起來一起練習 動作雖然不是很成熟 但是都很認真 陳立軍所傳授的太極法 主要以順勢化解危機為中心思想 甚至有柏林的保全人員向他學習 他也開設中醫診所為病人解決問題 此外由於家族傳統 陳立軍也對佛法有很深的研究 以佛法為基底 鼓勵大家要先把身體照顧好 再來練太極拳 養好自己的心性 最後實踐佛法 明白自己的生命 未來阿彌陀佛關懷中心 將定期邀請陳立軍前來演講 並示範太極拳 加慧僑胞 為僑胞的健康把脈 台灣紅電視翁峰英 德國杜塞道夫 採訪報導